这个肉味是对的 但是这个肉怎么吃起来就怪怪的呢 张丹回忆 在果家队 印象最深的一道菜 印象最深的就是 锅包鸡肉 是不是听起来就一堆问号 因为你们都知道 运动员其实在饮食方面是比较注意的 然后需要补充营养 但是呢又不能让运动员 摄入很多的 比如说像脂肪啊 或者是油炸类的这些东西 那因为运动队里 其实我们冰场项目 大多都是东北的运动员 所以呢对家乡的锅包肉 就很有就很痴迷的一种存在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集训是在北京 然后餐厅的厨师师傅也是北京人 所以大多都是北京菜 然后我们就经常跟餐厅的师傅抱怨 说你看我们这都是东北人 能不能给我们来点东北的特色 然后就说锅包肉是特别 运动员特别愿意吃的 然后大家就想了 这个猪肉 猪肉脂肪太高 然后厨师们就研究说 那怎么办 要不就换成肌肉吧 这样它肌肉的脂肪含量也少 然后又能补充能量 然后比如说像女运动员 需要控制体重的话呢 也不会太容易胖 然后当我们第一次吃到锅包鸡肉的时候 我们就一脸的问号 然后说 这个肉是味是对的 但是这个肉怎么吃起来就怪怪的呢 然后后来师傅再跟我们说 说这是改良版的锅包鸡肉 都会猪肉 酱汁 都会猪肉 这种粘质 这种粘质 猪肉